小孩不爱学习,成绩不理想怎么办? 为什么小孩不爱学习? 对老师所教的科目缺乏兴趣? 难以理解的知识让他们缺步? 找不到学习的热趣? 不喜欢呆板的课程和枯燥的学习方法? 您有想过,或许是因为学校与家长以为追求成绩而互适孩子的全面发散? 评价方法太过的单一,使大多数孩子得不到及时的鼓励 加上沉重的课业负担,无休止的考试练习 难以理解的知识使孩子忘了缺步 现有的教育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法 学生被动学习 落化学生自身的思考和理解 不是独立思考,不强调质疑和创新 这类教育其实并不适合应用在科学、科技、工程与数学相关的学科 因为这类学科知识需要学生深入思考与创新的思维 您有想过,我们的小孩其实也可以成为电脑程序员或电脑游戏编程员吗? 别再让填鸭式教育埋没了他们的创意 现在就让孩子们体验STEM教育吧 什么是STEM? STEM是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对STEM一致班节 STEM其实是结合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知识 然后让学生发挥创意 再将它加以应用 STEM教育提倡以学生为主导 让学生思考问题和了解知识 更提供空间 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 发挥创意与创新 让学生不再取于被动学习 让学生拥有更多的活动学习机会 让上课变成不再是沉闷的一位 由教师输送知识而是更多的互动学习 我们常在电影里看到机器人 可是您知道吗? 我们也能结合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将机器人带来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孩子也能制造属于自己的机器人呢 不相信吗? 让我们一起来瞧瞧他们的作品吧 孩子们结合了科学、科技、工程、数学和他们的创意 将机器人完成了 当他们遇到问题 他们会自己找资料 与同伴和老师讨论 然后成功完成作品 STEM让学生首脑并用 参与活动 提倡积极思维 引导孩子 透过活动学习 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 通过STEM教育 孩子变得更有兴趣学习科学、科技、工程与数学相关科目 当他们找回兴趣 自然而然就会爱上学习 您,选对教育了吗? 您,还忍心剥夺孩子们学习的热情吗? 让我们一起开启改变资门吧 改变教育方式 孩子的未来掌握在你我他的手里 我们的一小步 是孩子未来的一大步 更多关于STEM的资讯 请关注 www.facebook.com slashDynable